大约一年半前,我的生活变得模糊 有一天我在看电视时,突然我所看到的都变成了黑与白 直线看起来是弯曲的 我之后被诊断处创有AMD 当时我很害怕会失明 我被建议去打抗VEGF注射和激光治疗 治疗的花费大概几千块 但是我没办法还,因为我没有工作 我的保险处是有限制 因此我需要用现金来交剩余的医药费 我之前还能做一些坚持工作 但被诊断后,我就找不到任何工作了 我的家人也帮不了我 我的妹妹需要照顾另一个串有痴呆的妹妹 而我的姐姐需要照顾她卧床的丈夫 一位社工介绍了VisionShape给我 我申请后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激光治疗和抗VEGF注射 现在我渐渐又能看见颜色了 我非常感激VisionShape的协助 希望有更多人支持VisionShap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